看守所目前透過畫面可以看到看守所外面是佔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而且每個人的手上都舉了一個抗議的標語 而且他們都是要用行動來力挺陳前總統 而且要抗議司法不公 希望能夠提早來釋放陳前總統 而之前在稍早之前 其實這些抗議的民眾是和台北看守所的罰警有發生一些口角衝突 因為他們舉抗議的標語是舉到了台北看守所的大門裡頭 其實在今天早上大約九點左右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還有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事先抵達了台北看守所 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大約是在九點十五分左右抵達台北看守所 而外界相當關注的是再過三天就是民進黨的五一七大遊行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怎麼會選在這個時候來到北索 用行動來力挺陳前總統 他們到底是要凝聚黨內的共識 還是有其他的目的 都必須等到他們探視完陳前總統出來之後才能瞭解 而目前這兩個人 親政院長蘇貞昌還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是已經進到了北索和陳前總統來面見 到底他們出來會說些什麼 我們將隨時為您關注報導 以上是台北看守所的最新情況 先將鏡頭交還給鵬內出國 非常謝謝英章 我們看到是這一次陳前陳後的絕食 他的理由是要來停五一七大遊行 所以他說他要絕食到五月十七號 那麼當然現在對民進黨來說 五一七大遊行就是最重要的 那麼他們也有自己的主題曲 那麼為了唱這首主題曲 南北造勢一起來串聯 在高雄陳其邁王帝宇將要來進行大合唱 台北則是由于天獨唱的抒情版 另外曾經出過競選唱片的前立委林國慶 他也唱出了不一樣的搖滾能弄版 我們帶您來先聽尾塊 感人聲 透了聲 去人領搶帶一台繼續撻命 余天凜君高唱 用心甘唱有個乾 五一七嗆馬大遊行 現場不只要大聲唱 還要推出專輯來義賣 三十幾個人大合唱 得很少K金口唱歌的高製狂漢前其邁 也來錯人了 管他歌声不是pro级 毕竟诚意最重要啦 唯一期主题曲可不是只有合唱版 有歌王头衔的立委余天 当然也要露一首 继续打拼 用心坊 果真天王歌是梅花甲 于天高唱《深情反》 而曾经出过竞选唱片的林国庆 在solo唱出不一样的 能量腰魂版 感动声 哭泪声 一万点顺带继续打拼 五一期南北大游行 唱出台湾人的心声 也用这首歌南北串联 曾经募进了 这场翘马大游行 现在民进党正在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而党主席蔡英文 他也受邀到这个行政 前行政任长谢长廷 一起来这个电台开展 两人呼吁在五一期当天 大家要站出来翘马 而且谢长廷也特别提醒大家 大家要避免冲突哦 免得到时候焦点被模糊了 这道五一期游行 可能对交通造成大影响 但谢长廷还是义无反顾 第一年我们无法照顾 但是这就是狐杀精神 我目的意随目的意啊 带给大家困扰 我们表现这个歉意 不过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冠令 谢长廷当起主持人访问蔡英文 强调为了向马保台 人民不得不走上街头 我们不是吃饭吃饭 有难过来 我们也是这样的 人民走上街头 一定是他感到无助无奈 应该走上街头 这 人民是一个主题 这口服口号 一定的啦 一定的 这两个秋迈哥 说那天 就说 有一些小的冲突 小的最少人不在乱说话 这边要乱一只鸡 跟人们乱串的 乱一只鸡来烧 呼吁再呼吁 就怕517当天 有心人来捣乱 制造冲突 模糊了焦点 三宁新闻综合报导 这次517大游行 大家都是总动员 过去大家都在抢游览车 但这一回呢 更是大手笔 直接包火车 我们来看到是独派团体 花费150万 包下两列火车 一列从台北出发 一列从台中出发 要搭载2000位民众 南下高雄参加 唱马大游戏 用双手发球 投下马总统人像 独派团体搞创意 把台语发音的发球 发挥想象力 吐槽马政府 老的年轻人都要发球 要想办法把这球 担起来 免得吃 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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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语声音的发球 念起来还真是不好听 就连EKFA 台语念起来也像是EKFA 起火的意思 独派团体 五一七高雄大游行 卯足全境 用力呛下 游戏车租不到 干脆把火车南下 台北台中 五一七上午九点钟 分别开出两列列车出发 沿途各线市靠站停车 花费150万 预计可以搭载2000人 马属都很快坐 所以国外马坐火车 表示我们是同心的 我们每个车子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 呛马 呛马的这些意见的交换 还有倒计的比赛 只要爱台湾 多欢迎 当然有人可能会坐霸王车 但是 这个我们便不在乎 车商店要贴上海报 一路南下沿路呛马 独派团体不怕你搭霸王火车 只要怕你不来 三点新闻这么多 那么其实在五一七当天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数 就是呢 他们希望能够达到 很多人连数来拒绝ECFA 这样的一个部分 希望能够来展开公投连数 先来看看的就是 那么当然知道 这一次的活动是呛马 反清中嘛 既然如此 当然要反对马政府 跟对岸签署ECFA 所以呢 在当天他们将要 在台北市的集结报道处 设立连数摊位 那么请大家一起来 进行连数 来发动拒绝ECFA的 公投提案 那么五一七当天 希望能够达到 连数九万份的目标 马上来看台北股市的 最新表现